西华社推出的一个热榜三 就是卫星视角下的美丽的祖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像卫星有的时候在脑袋顶上飞 这个一当真呢 好多的事儿 一当真就出问题 请问这个评论啊 这个青春历历芳草 七七如祖国美如花 卫星飞得真够低 请问这个卫星是大降噪的吗 其实我们能不能和卫星一起生活呢 假如我们的真实生活可以和卫星一起生活 那该多好啊 一会想飞高就飞得高 一会想飞低就飞得低 再要用上太阳能 容不落 卫星容不落 天天在头上飞 看来还是不行的 我们人还是需要睡觉 我们还得要去买菜 结果买菜是不是个祖国的问题呢 有一个兄弟就是买菜出了问题吗 他那个 说用 现在很时髦 说一天的工资你可以买多少钱的菜 是吧 结果 说这里也弄 是吧 然后什么英国的也弄 什么西班牙的也弄 什么在日本的也弄 到处都弄 说一天的工钱可以买多少钱的菜 结果不就是在那个小破站有一个兄弟 说这个弄一个弄一个大妈 弄谁的一个一天的工资 说买一天菜试试 结果那个兄弟也不见了 是吧 我们不但有卫星的视角 说这个祖国多么美 我们能不能有一个菜篮子的视角 是吧 我们能不能有一个生活的 当然他也会有了 他的视角就到了那个义乌的那个卖土豆摊上去了 一天卖九千块钱 是吧 你这个怎么弄啊 你这个 你怎么弄也弄不过他 他总是有这么有美好的视角 还有啥说的呢 我也不知道要说啥现在 要高有高 要低有低 怎么弄也逃不出这个美好的视角了 我纸一边就会有点灵略的 那么你怎么能与我纸一边就会有点灵略的